我们的国家大门桃园机场是一再的出包这个问题不断 这两天连续出现 首先是一行下出进三楼的施工不当 导致水管又漏水了 水淹三楼的商店区 而就在同时呢 一楼南边的男女厕所也是堵塞 冒出了大量的粪水 这草萌萌的臭水就穿透 渗入了地下室的行李输送区里面 真的是臭气冲天 当然旅客拿到行李也气急败坏 桃园机场将要民营化之后 就不断的出包 这个施工品质真的是令人摇头丢脸丢到国际上去了